韓Sir,你好,時間交給你了,好嗎? 你好,謝謝,謝謝 多謝各位利林今天的香港經濟峰會2020 今天吃飯前的一個論壇就是講綠色金融 和綠色金融香港發展的獨步伐 以及大灣區怎樣可以提供助力或者動力或者能力 我們今天當然首先要請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香港工商金融主管趙文宗先生 他跟我們講一下匯豐怎樣推動綠色金融 其次請香港中文大學工學院副院長 外務的黃錦輝教授跟我們講一下大學方面 綠色金融可以有什麼角色扮演 然後我們請為香港界定綠色金融 就是香港品質保證局金融及科技總經理梁凱宜女士 三位都可以跟我們提供一下 綠色金融在香港怎樣發展 綠色金融大家聽得多 只看英文green finance 有時候都未必摸著頭腦 這個時候就講那麼多顏色就不是很好 不過綠色大家都全世界都喜歡的 綠色金融當然代表環保 但是金融都要講綠色 實際上有什麼準則呢 有什麼標準呢 怎樣界定何為綠色金融呢 我們首先請梁凱宜女士 在品質保證局那方面有一些嚴格的規定 不可以說我自己穿綠色衣服做金融就叫做綠色金融 請梁凱宜女士和你界定一下何為綠色金融呢 是多謝大家 首先綠色金融方面呢 那個界定呢 大家是怎樣看呢 或者國家或者國際的看法呢 其實綠色的項目呢 其實一早在我們國家 在溫家寶國家前主席那方面 一早就已經開始推動了 總理 但是當時候呢 那個成效是不足夠 因為當初我們發覺是缺乏了金融方面的一個支持 直至到後期呢 由習近平總理呢 也都再在 主席主席 也都在綠色金融方面呢 也都加上了綠色項目 此外也都加上了finance那方面的併合 那對很多人的理解呢 就是如果在 舊那批的理解就會是 傳統來說呢 風力發電啊 太陽能啊 使用啊 或者是一些 水力發電呢 都會作為一個綠色項目的一個標題的 那其實呢 在傳統方面的理解方面呢 也都 其實現在的概括面呢 也都是非常之闊的 中間也都包括不少項目呢 如果是屬於智能減排啊 在電力啊 水力啊 甚至乎在一些 相關的建築物料啊 或者 減低排氣方面的項目呢 我們品質保證局呢 都會選定為一些 是屬於 綠色的項目的 那是不是限於這個 再生能源啊 新能源啊 和這個減排那方面呢 其實會 不單止是那方面的 我們也都會是 概括了在 製造業那方面呢 就是打個例子 如果有一家 廠商 接下來是想著 需要增加它的 CAPEX的 那它可能要 添加一些 新的機器啊 那如果那些 新買的機器 能夠 滿足到一些 節能減排呢 或者 屬於 減低污水的話呢 我們也都可以 把它呢 放在一個 綠色項目裡面的 那梁女士呢 就界定了 何謂綠色金融 哪些綠色項目呢 可以 劃分為 綠色金融了 那 趙文忠啊 你們上海匯豐銀行 怎樣去針對性 知道既然有了標準 有了準則 怎樣向這些項目融資呢 有什麼標準呢 有 我首先講講 是匯豐在可持續 環節上面 我們擔當 自己有什麼角色 可以做先 其實早在2017年 我們已經 可以希望做一個領頭羊的作用 公開對著我們 投資者有些承諾 這個承諾是實際的 是說銀行 在2025年 即大概八年的時間裡面 我們有幾個指標 我們是作出了公開承諾 而這個承諾是每年 我們都要做個年審 在年報發表的時候 有個詳細的公佈 裡面有些比較數字上 硬性指標 就是說譬如我們要在八年之內 我們會投放超過美金 一千億的貸款 或者是投資 這個進展其實挺良好的 很多錢 一千億 不少錢的 如果比例來講 香港政府最近公佈說要發債 我覺得都是一千億 但是一千億是港幣 我們全球成為一千億美金的 投資和貸款 暫時來講兩年很快過去了 我們的進展情況是理想的 已經差不多去到40% 我當然希望盡早提早超越這個數字 另外就是我們希望自己本身 在匯豐集團裡面用電 裡面也都在2030年之前 我們所有用電的來源 都是在生電源那方面來做的 現在這個進度也是理想的 當然制定在不同行業裡面的 污染行業裡面 譬如煤炭 我們有一些很嚴格的指引 是有哪類負荷 在什麼情況下才貸款 另外譬如說 在我們的研究方面 我們投資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 這些研究也都可以做一個廣告 是不收錢的 是 也都是公開的 如果各位客戶有興趣可以去看的話 完全歡迎你到我們 HSBC research裡面 只要登記做個 member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看你們的報告 哪些是符合你們的標準 不是 整個不是做生意 是關於對環保的訊息 對環保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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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們知道何為綠色金融 你們哪方面要注意 黃教授說 剛才聽了梁女士和趙文忠先生這麼說 這方面就說綠色金融 但是中文大學或者其他大學 似乎都沒有讀綠色金融這回事 大學讀哪有些科目 大家最多是說金融科技 如果將來大學生畢業生出來 如果說要搞綠色金融 有什麼辦法可以培養到這些人才 是不是要讀完任何一個學位 然後加入匯豐銀行 讓他們on the job 讓他們培訓過他們 這個也對 我們應該產學研合作 其實商界應該給我們一些機會 有些導向性的指引我們 我們可以設計好一些科技 不過現在說到這個綠色金融 在工學院就有的 因為譬如說今世紀開始的時候 美國的報告都說 就是ten grand challenges 那個new energy 是一個大的challenge 我們一直都在這裡有研究 而且我也知道不同的學校 都有一些工科的科目是教這些的 不過我最近問過一下 有關我們商學院 因為今天說到是主要金融為主 經濟為主 在商學院這些課程是比較少一些的 不過如果真的說 商學院說突然之間 又說綠色金融又搞一些 突然之間又說紫色金融又搞一些 我不會因為那個市場要什麼 我要做什麼 我們希望那些學生培訓出來的時候 就是能夠適應性強些 或者甚至乎用一些今天那個詞 持續性強的 我們現在呢 一般的學校現在搞什麼呢 就是希望可以跨學科一起去做 譬如說今天我們需要 這個綠色金融的學生 我們就跟理科、商科、工程科一起去夾 不過無可否認 接下來這個市場 趨向這個綠色金融這個風的時候 就是人才培訓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剛才看到一段馬雲說 20年後有50%的工作 又消失了在地球上 現在大學方面對綠色金融這件事 是不是要未與籌謀 要啊要啊 其實我們有做 東城學院有做 就是剛才說到譬如說 匯豐做的research 那我們也都跟 譬如說 都不怕說 COP有做一些事情 他們的趨勢 譬如說現在在做大約50 50 這個 就是用煤 和 非煤 和這個natural gas 那慢慢那個方向 在2030年 就越來越減少一些 就是 carbon的 energy 然後呢 就投資多些 在非煤 和這個natural gas 那方面 這些都是大方向來的 這個大方向的趨勢 都不能避免了 梁女士 現在 香港交易所呢 已經是 要求那些 上市公司 在他們的年報那裡 每年呢 就要求他們 刊登 和序述 他們對於ESG 即是 環境 環境 社會 及 管治那方面 那些 投資 以及注意的程度 品質保證局 在這方面 搞綠色金融 還有沒有注意到ESG 那方面認為 上市公司 或者非上市公司 怎樣可以遵守 來推動 純粹推動 綠色金融呢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 當我們做一個 認證項目的時候 如果那間公司 是一間 上市公司的話 很多時候 我們會 協助公司 請他們提供 一些 他們過去一年 做過的 一些ESG report 給我們 作為一個 審核的 一個 基礎 這個屬於 上市公司 譬如一些公司 是非上市公司 而接下來 需要做一個 貸款 我們的做法 就會是 跟他們去談 幫他們定下 一些 國際合適的 一個綠色框架 例如 譬如 她說 我認為我某些項目 是屬於綠色的 我們會幫她 在我們的準則底下 去分辨 究竟她 何為綠色 如何將她 跟國際那方面 作為一個 接軌的工作 現在落實了上來 說ESG report 不是空口說白話 說你們要 對每間公司 有甚麼要求 即是她寫過 年報寫過ESG 可能在那裡吹牛 沒錯 其實我們 認證規劃 是分開兩部分 第一部分 就是 認證前的一個計劃 主要都是說 是一個計劃 如何去實踐 她未來得到的 貸款融資的金額 或者是發債後的金額 她怎麼會去 花在哪些項目身上 這個是認證錢 但我們也有另外一個 認證計劃 是屬於認證後的 就是協助企業去實踐 她每一年 每年 她會 在綠色項目的實踐方面 是做成怎樣 成效是怎樣 有些甚麼的KPI 是屬於環保方面 是達到一些甚麼的水平 令到投資者更加理解 企業在綠色發展方面的情況 又要認證前 又要認證後 我支持 你怎樣支持 製造多些學生 製造多些就業的學生 我支持你 但你的學生 會不會做先 我們正在培訓 支持你 你多一點給我們指導 謝謝 趙文宗 這方面 又有品質保證局和你驗證 如果去匯豐銀行借錢 我說這個是綠色項目 我需不需要去品質保證局拿一個驗證 然後才問你拿到貸款 或者你們自己有審批的準則 我們當然是根據國際標準 而香港品質管理局的出現 亦都我們非常之歡迎 因為之前這個驗證的中介機構 似乎就是由歐洲的機構壟斷了 在香港政府支持之下 我們產生了有品質保證局裏面的認證 亦都我們合作無間 我們很多綠色貸款 綠色債券方面 都有品質保證局裏面的認證 亦都可以防止市面上 可能大家都聽過 叫做Greenwashing的東西 中文可能譯做 不知道叫做Purluc 或者是Purluc 這些就是剛才說 只有港字 是不做 影子票白 現在還有Purluc 是的 有了公信力 或者使得市場方面的信心 透明度是放心很多的 而這些層面的話 亦都驗證的 我想不同方法 當然來發債 去到一些銀團貸款 那些驗證方法 就會一個最高嚴近的標準 但我們都跟中小企做過 一些叫做可持續的綠色貸款 那些就用一個比較 只是針對說 各企業去投資一個機器 去帶來什麼碳排放 而這件事是可以容易些計出來的 那時候也有特地的機構 譬如Business Environment Council 幫我們去計這些數 我們都可以跟客戶裏面說 由它節省到多少碳排放 我們給它一些利息優惠 那這方面也是不同的做法 你說減少多少碳排放 就是要說之前和之後 譬如今天用開的機器 十年前買下的 現在今天十二月 是用多少碳排放 問你借錢買了新機器回來的 碳排放可以降低多少 這樣來計算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應用面是非常廣 因為是要做很多不同的環節 都可以做到碳排放 說的比較抽象一點 你有沒有一些實例呢 你不需要說名字 那為什麼有什麼中小記幫你成功申請到這些貸款呢 其實我們也幫過一些不是上市公司的機構 做過一些銀團貸款 也都證明了這個不僅是說殺債 那些是一個上市公司的小圈子運作 是可以見到普及化的 說到碳排放這些 又是理工科那些事情 很多人都不明白 何謂碳排放 如何減少碳排放 那這些呢 如果你是讀雙科的 讀完MBA的 如果純粹讀雙科出生的 可能一舊雲 都未必知道 那王教授 可不可以怎樣 在這方面增進 讀其他非理工科的學生 就算理工科也未必懂 他們怎樣 這個碳排放 氣候轉變 氣候變化 各方面的教育 令到新的銀行家 新的創業家 可以明白這個理論 我首先想 我的理解 譬如說 我有時跟我們的朋友 讀大學 有大學水平的朋友談 似乎 現在買股票 投資的時候 都考慮到這個 綠色的元素 所以我發現 這個年紀段 或者教育水平 可能會慢慢慢慢 拉低 越來越普及化 這些東西 雖然我也是 大學教授 說的是大學的培訓 我覺得 整個 綠色的一件事 可能要更加普及一些 從小時候開始跟他講 這些 當然 不是單止是買股票 譬如說 翌日 那個人長大的時候 自己做了廠家 他自己要開工廠 又要去申請上市 他都要知道這個元素 才能做到這件事 例如說 譬如說 今天 真的讀 綠色環保的同學 是不多的 如果他小時候 開始有這個培育的時候 將來上大學的時候 都讀多些 對我們 將來推的綠色金融 是很有幫助 在這一刻 回到你們的問題 我覺得 不是每個人都讀大學的時候 讀過 其實在學界上面 都有一些碩士學位 或者甚至有些 校外進修科的學位 大家都可以去讀 我們都經常說一句 就是 我們做人應該是 Ever learning Life learning 經常都要學 譬如說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應該多些爭取 去讀 譬如說 讀一些有關綠色的東西 這些就是 終身學習 因為我做銀行的時候 聽都沒有聽過 有綠色金融這回事 又沒有聽過 探排放這回事 現在連到食製香蕉 都在說 carbon footprint 這個 這個真的 就考起我們 這樣的老人家 問問梁女士 現在香港說 綠色金融 內地都說的 大家都說環保 不如就算 就近的大灣區來說 我們說綠色金融 推動發展 和綠色金融的 認證標準 和大灣區有什麼不同 大灣區 當然是用中央定下 來的規矩 我們讓人進步一些 還是讓人落後一些 其實我們的做法 我們是 香港來講 我們是支持大灣區 綠色金融的發展 我們作為一個認證機構 我們是有把中國的綠色金融的標準 和貸賦標準 是同國際接軌的 在我們的認證方面 香港作為一個專業的金融地區 我們也都有相關好的支援服務 我們是有效地把國際和國內的金融融資的需求 連接起來的 希望在大灣區那方面 做多一些屬於綠色金融那方面的一些建設 我們這方面都不落後於人 其實不落後的 我們都一起合作 匯豐可能領風氣之先 你們在綠色金融方面 大灣區又如何發展 還是香港發展綠色金融 還是大灣區都推動綠色金融 在金融層面的話 灣區一定是對香港的金融 包括綠色貸款 有一個非常之大的契機 我看過一個報告 我想大家都比較清晰知道 灣區本身佔全中國的GDP的百分比 佔12% 這個可能大家都比較耳熟能長 大家可能未必會知道 如果你看回發綠色債 灣區的數字比起全國 反而追不上全國的12% 我們看到的數據 我們應該是2018年的時候 大概是5.6% 其實這不是代表大灣區落後 那個看法的分析就是說 可能灣區裡面 是比較重工業方面的構成 比較會 北方那邊比較少 而灣區裡面 裡面的國企也都個數目會比 中國另外一些北方的地方會是少 而很多發債都是由國企方面主導 這個解釋了為什麼裡面 也都暫時的數字可能追不上GDP 但是你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反而這個就是變成大灣區裡面 給到我們將來的機會 因為灣區裡面有很多輕工業 每一個輕工業現在面對的問題 都是要怎樣去升級轉型 智能減排 這方面當我們走出這步的時候 就會帶了很多很多機會 而香港這麼近大灣區 香港也都有這麼深度的資本市場 可以配合這個資金的缺口 這個資金缺口是龐大的 因為政府方面不可以靠政府的資助 去令到推動綠色金融這件事 是需要官商方面 資本市場 全部一起來配合 才可以讓這件事做好 而香港有這樣的先天條件 要接近大灣區的話 我們應該把握這個契機 那教授 你認為 不跟你說綠色金融的事情 說剛才 趙文忠說那些 所有工業都要配合政府的標準 如何去減排 如何去減少能源 如何去配合環境 如何可以持續 在學界那方面 如何可以幫助企業 來做這方面的功夫 譬如我幾十年前第一份工 是做染廠的 染廠的水 五顏六色地流入荃灣 現在當然完全不可以 但是有些地區 可能還未知道如何處理這些情況 在科學界那方面 如何可以教育 或者培訓 這些人才可以幫助業界 遵守最新的環保的標準呢 我也是覺得 我們叫做產學員 一起多些合作 我們負責做那個研究 我們的需求應該是由商界 或者業界看出來 然後就要到Albert 那個科學員 那方面幫我們做一些轉化的事情 因為我們是做基礎研究 實際推出來應用的時候 實際要落地的時候 需要一些開發的工作 我們就未必做得最好 所以這三方面一起合作 就會做這件事情 但是最重要就是我們 保持聯絡 多點找我 多點找我 因為我不同 因為我呢 找你做什麼 不就繼續聊天 看看有些什麼 商業上要 應用上的需求 那我都在這裡 都要大家理解一下 因為我們在大學的情況 被人看到 好像 每個教授都只是做研究 寫 paper 好像剛才這樣說 都不是完全是 有很多個我的 多點找我 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站在學校的前面 去理解一下 究竟業界的需求是有什麼 然後我知道了之後 可能就會跟 Science Park Astria 不同的地方去合作 看看把這件事情做出來 那譬如說 你剛才說過跟著標準做 或者你們設一些新標準出來 你們是研究的 我們不應該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可以做個科技出來 標準是市場定的 究竟那個practice是怎樣 不是我來定的 那怎樣exercise 就是有了標準之後 我做了一個新科技 怎樣去配合 那這個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中油 Science Park Cyber Park 那些可以幫忙做 就不是你做 你總之提出來 新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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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質保證 如何應用新的科技 或者你是否經常性地 跟學界的研究人員 方面接觸 研究一些新的標準 其實在標準方面 我們在新科技 其實我們是保持一個很open的態度 是 因為你也知道 其實科技是不斷有創新的發展 嗯 那在對綠色金融方面 我們會很多時候跟一些企業 如果它有一些屬於新的idea 由idea開始 它可能已經會跟我們去談 這些會不會屬於綠色項目裡面 可以做到綠色融資相關的呢 那麼我們也都會跟它 和銀行一起見面去解答 相關的一些問題 會不會有些廠商 想去匯豐申請 綠色金融未去之前 去問一下你們品質保證 你給我一些意見 會的 會的 才會讓我合格 可以申請 是 很多時候客戶都會首先來找我們 首先來找你 對 然後就說 我有這些項目 會不會有機會可以介紹銀行的朋友 給我們認識 其實我們和匯豐的合作 都是大家很多時候會溝通 和會接觸得到的 我們可能會提供客戶給他們 大家會談的 匯豐銀行問一下趙文中 那些客戶就 首先找品質保證局 做一連延延伸 不知道需要不需要錢 需要不需要錢 不需要的 簡單去溝通 不做認證 未做認證之前去溝通 那就要找你認證 貴不貴的 付錢 如果是屬於 那部分綠色發債的話 現在在2018年6月開始 香港政府是有一個資助補貼的 金額是上限80萬的 如果找我們品質保證局 作一個認證的話 政府會有一個全面的補貼 即是你問政府拿80萬 是 那個關係是 客戶先給錢我們 我們之後幫他和政府 我可以問一個問題 是怎樣 因為你那些範疇很多 是 你們有沒有這樣的人才 其實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來我們那裡 沒有 我們之後再溝通 因為很闊的 綠色的定義很闊 沒錯 所以回頭 如果當這個行業 真的可以發展的話 人才真的需要 不是 我的問題是 中小企業 先給你們80萬 你們再問政府 可以分80萬 是 那80萬會不會 給中小企業 當然會 當然會 會給企業 那先給企業 那要問回鄭文忠 我要借錢 未見官才要交80萬 慢慢等他備分 那你拿綠色金融 你有什麼優惠我 那問我為什麼 要鼓勵我 來問你借綠色金融 在這裡說回 剛才說要 品質管理局 去做一些很嚴格的認證 要花幾十萬 那些應該都是 去一些發債的大型項目 似乎和中小企 是不用花那麼多錢的 不用 但是剛才我提過 這個不是大企業的專利 在這裡我想在座 大家對綠色債券的認知 可能不是最高 但是債券 只不過是資本市場 其中一樣 另外是貸款市場 其實是一個 完全不同的市場 也有不同的 Fund Provider 最近我們見到 也都越來越流行 除了是並存的 這件事 不是說大家 是有一樣沒有別樣 有了綠色債券之後 也都同時發生了 是綠色銀團貸款 甚至是剛才我講過一些 雙邊 我們跟客戶單一做的貸款 裡面都是需要有個認證 但是中小企 在方面又怎樣可以參與呢 在供應鏈那裡 也都出現了一些綠色的供應鏈融資 其實這件事也是大勢所趨 所以我想在座應該有不少是 是廠家的客戶 大家也都做一個供應商 甚至自己發展品牌 無論你是自己做一個什麼角色 你都會遇到一個這樣的需要 尤其是外國一些大公司來講 它在現在下單裡面的指標 不只是說你是交貨準不準 品質做得好不好 甚至是再看你自己 對可持續發展方面的承擔 會有一個分數給你 所以其實你一定已經是 參與在之中的了 最近我們也跟 譬如Walmart 不怕講名字 因為已經公佈過 Walmart和Puma 做過一些綠色的供應鏈 那裡面是怎樣運作呢 就是利用了這些機構裡面 已經是對自己供應商裡面的評審 每年都有評審的 有評審之餘 譬如他也都希望有一些 是利息的優惠給到這些客戶 那他找銀行夥伴去合作 那他找當然是希望 是志同獨合的銀行 那見到我們匯豐 也都很早有了這個這樣的承擔 那也都因為匯豐覆蓋 在亞太區有很多國家 很多供應商 那所以我們是很自然地 成為了一個 他們希望合作的夥伴 推出了這個 綠色供應鏈 Finance 那憑著他們給客戶的評審 我們有不同的利息優惠 那這些所以是其實 不需要認證 是供應商已經幫我們做了認證 而客戶也都不需要 不是 就是那個品牌已經幫我們做了認證 供應商是不需要 另外拿些錢出來做認證 那聽你的意思 如果是已經知道了 是嚴正了綠色金融 問你們借錢的時候 你們利息有優惠給他 是的 就是給平時優惠多少 你收開一個P加2 那綠色金融收多少 我們不方便公開討論 我們不方便公開討論 當然你這個P加2 怎麼說 現在你也是收黑帽 這個 這個錢就說 但是也有個 當然 我們以前做過銀行 都被人騙過的 那弄出來 就給你綠色金融 出來借錢回來 又另外一套 那你怎麼追蹤 那我們這個Program 其實是靠供應商 和買家中間的關係 我想 所有供應商都不敢 對這件事調以輕心 因為那個要求是非常之高 剛才我們都 之前說過 如果那個 那個廠家 究竟現在去挑選一個 新的地方去開廠 他會不會挑選一個 比較容易一些的地方去環保 我想現在這個 都不在考慮之列 是 因為環保的要求 無論是什麼國家 你即使去到柬埔寨 緬甸的話 只要是越來越追 追向國際化發展 所以我想廠家 都不會這麼短視 是隨便走一個地方 就說這個比較寬鬆 我去那裏做 那這個又是 回到黃教授那裏 譬如剛才趙雲中說 你都不要以為 走了去 柬埔寨 就可以用一些 五顏六色的染水 染到那條河 在香港 走了去東莞 東莞 走去柬埔寨 你以為可以污染那條河 不行了 現在這些技術 其實要追著 所有的廠商 無論搬到那裏 都要遵守一些 比較更加嚴格 可持續發展的 綠色標準 這一方面 在工學院那方面 應該有大展所長的機會 怎樣訓練一下 未來的創家 因為現在很多創業家 都從工學院走出來 很少從文學院走出來 訓練那些工業家 怎樣 一早就認識這個 綠色創業 綠色融資 是的 不過 如果我真的做工廠的時候 其實應該有兩件事 我們做科技那一刻 但是做完科技 真的應用在工廠 還有一個工序 那裏 其實我們覺得 我們講這個問題的時候 譬如說 我們加入了新的科技 進入了一些行業裏面 那工序究竟是否環保呢 那這個我們覺得都要看的 或者當地政府 都要留意一下這件事 就是不要說 拿了一個科技就是這樣 那你真的用這個科技 是真的有一個工序的 那現在世界上 有想有罰的 那當然你發展綠色金融 又有照片 那梁女士 那不發展就不能罰的呢 不發展呢 不會罰的 當然是不會罰的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 如果我們是全面性協助企業 是不同的各界 尤其是 很多人都會想 綠色金融都很多時候 會不會只是 令到一些 和綠色原先有關的行業 得到好處 會不會容易些貸款 那這個是可能其中一部分 但是對我們在行業的理解 其實很多 甚至乎中小企那方面 他們在綠色方面 對智能減排 他們都其實不遺餘力 他們很多時候 對那方面的認知 經過我們的講解 他們在這一方面 也都理解多了和深了 他們在人員配置 甚至乎 他未來投資方面的 或者生產方面的 用料等等 他們都會是 邁向綠色方向的發展 匯豐那方面 以後的集 剛才你說了 一千億美元 去投資一些新的 綠色金融 貸款加賣投資 貸款加賣投資 對於傳統那些 我沒有特地告訴你 綠色的 那你又怎樣對待 我想社會的認知 對這方面 現在加深了很多 我完全同意 剛才Theresa說的一件事 我們也最近做過 一個全球調研 在35個國家裡面 訪問過9千多個客戶 其中一條問題 問他們的就是 你們覺得綠色 或可持續發展 對你自己本身 企業未來的重要性 你們認為是怎樣 有96%的回答 是說這是重要 甚至上裡面是有 如果問心一句 你們是執行了沒有 在亞洲區 有25%的客戶回答 是他們已經執行 還有75%沒有執行 這個也是剛才我提到的 那個機會 因為認知到落實 中間是需要有個時間 而坦白說 綠色金融發展 都是最近七八年之內的事 這方面其實我們看到 發展是高速 還有有意思的 這方面我們經常都強調 是需要各方面合作 官、商、民間 現在我們也看到很多的認知 這方面會做一個更加快 大加強的推動 講到綠色和環保 以及這個持續 最近這十年八年 每天都說 但是教授 有些事情我很困惑 都要問問指教 別這麼說 例如有個訪問 一個酒樓的負責人 他說 豬瘟你害不害怕 他說 不害怕 我們那些豬都是巴西來的 巴西豬 你在茶樓吃的 巴西豬肉 一丟在巴西豬肉 就要去巴西運過來 運過來有很多排放 運輸的過程有很多排放 另外 看國際報紙 巴西要經常燒森林 因為亞洲人對食物需求太多 尤其是我們中國那方面 牛肉豬肉有很多大量需求 於是巴西人在原始森林 然後燒毀了它 燒了一部分 用來做牧場 於是有些人 為了保護原始森林 有人守護 守護今天的報紙 說守護那些被農民開槍殺死 用來燒森林 令到我吃巴西豬肉 好像很內疚 這個循環的環保問題 那是怎樣解決 就是教育 你要多些人 要認識一下整個生物 整個環保系統 例如說 教育現在問得到 你不要吃豬肉 當然是 要知道要均衡一點 不要只是說 要像剛才提到的 cycle 最後到後面 就有慘劇發生 要均衡一點 就會更好 不過我想 也跟這個題目有關 我看過一些數據 似乎香港在這裏發展綠色金融的進展又不是很快 譬如我也有個數據說ESG的資產增長 去年譬如歐洲大概增長了52% 美國有38% 你猜一下香港有多少 香港也有30-40% 當然沒有,0.06% 那麼少 似乎我們剛才說有6、7年 資產增長好像不是很快 是不是我們要做多些事呢 這個在銀行方面做多些事 是不是在職務中有很多發展機會 所以就好了 其實無論你的債券 Green Loan或者Green Bond的增長 都是這幾年倍數增長 就這樣說2018年 比起2017年的香港處理發債 應該是起碼三倍增長 是 也都見到一個商機 大灣區那裏有很多企業會來香港 香港作為一個超級中介人的角色 也都可以發揮 其實香港發債裏面的債券市場 和主體發債人 其實都比較多都是灣區 或者中國的企業 那個佔了大部分 也都可能因為 跟香港本身自身的經濟體系 始終都不是那麼大 比起大灣區來說 剛才聽到 袁文忠說到 你連Wallmark 幫飄紋買鞋買衣服 都有一些綠色條款 在這裏 那梁開兒你們生意做不切 因為這個可能是全球的大趨勢 比如Apple 買電腦 又要求電腦的供應商 有一些綠色條款在這裏 那你們功夫真的做不切 其實我們的數量 從我們推出2018年1月 開始做這個認證計劃 至今 其實屬於綠色金融 已經拿了我們合資格的一些認證機構 其實已經有56宗 總額也都超越了150億美金 其實數量接下來 我們相信是會不斷增加的 在香港也好 甚至乎涉及到整個廣東省也好 我們相信在綠色金融的認證 不單是屬於綠色債券 甚至乎是綠色的貸款方面 我們相信的數量是會不斷增加的 黃教授你聽了這些 你高興了 不然陪了那些學生 我覺得這個想法很好 因為你是錢去資助那間公司 比如我舉個例子 我們以前一向都在說 綠色運算 即是綠色的貸款 一直都有 政府都要說 當你買電腦的時候 要想起回收的程序 但是各自為政 我們有我們做 但現在你想想 現在有了一個綠色金融 你不做 我給你少一點錢 我不幫你下單 是的 不幫你下單 變成有一個推動力 我希望這個想法可以廣點去做 可以去涉獵多些不同的工業界 工商業界 比如電腦界 我剛才說過的例子 事實上是這樣的 以前一向都在做 如果現在又說到財產 就令到那些做電腦的公司 就會更加考慮這些問題 說到這裡 大會給我們的時間已經夠 今天很多謝梁海怡女士趙文忠先生 以及黃錦輝教授 多謝三位 謝謝 請香Sir 留步 請香Sir 留步